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7月11日星期一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财经 河南村镇银行取款难事件持续发酵 数千名储户周日聚集在中国人民银行 郑州分行外抗议 并且与警方发生暴力冲突后被镇压 这是中国近几年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 在暴力镇压之后 当局一方面封锁消息 另外一方面试图安抚民众 周日当天就宣布 已经抓获一批控制河南村镇银行的犯罪团伙 同时河南银保监局 河南地方金融监管局 于周一晚间宣布 将对储户奔批开展 先行垫付工作 受到中国经济放缓的冲击 河南省四家银行自4月中旬以来 冻结了所有的现金提款 导致成千上万的小额储蓄者 无法取出存款 引发了零星的抗议活动 周日来自各地的储户 在郑州人民银行外 发动了近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示威抗议 示威者高举白色横幅 控诉地方官员和警察腐败 呼吁中央政府严惩河南 横幅上的内容包括 反对河南省政府联合黑社会暴力殴打储户 反对河南政府腐败暴力 40万储户在河南破灭了中国梦 以及反对省委楼阳生 掩耳盗铃的三政策 零上访 零事故 零案件等 其中还有以英文书写的抗议标语 似乎是想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 示威者高喊 人民银行还我存款 还有直接喊话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 大喊李克强查河南 视频中还可以看到 抗议民众背后的柱子上 被贴上了毛泽东的画像 综合多家媒体报道 郑州周日的储户维权行动 是在当日清晨5点开始 凌晨时分警察已经封锁了街道 到了上午8点 警方开始在另一侧集结 一名银行业监管人员 和一名地方政府官员来到了现场 试图与人群交谈 但是未能平息怒火 随后警察使用扩音器 向抗议者宣布 他们的行为是非法的 画面还显示 现场除了大批警察助手之外 还有许多穿着白色衣服的不明人士 帮助警察形成人强 并且与维权储户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 目前尚不确定 这些便衣人士的具体身份 一些被暴力控制的维权者 被警方最后拉上了大巴 在中国大陆 大型示威活动相对罕见 目前微博上的河南郑州710事件的相关讨论 已经被封锁 河南警方在周日通报 他们再次抓获一批 与村镇银行事件有关的犯罪嫌疑人 通报称 自2011年起 以嫌犯履义为首的犯罪团伙 通过河南新财富集团等公司 以关联持股、叼叉持股、增资扩股、操控银行高管等手段 实际控制渝州、新名声等几家村镇银行 利用第三方互联网金融平台 和该犯罪集团设立的自营平台等推销金融产品 以虚购贷款等方式非法转移资金 7月11日周一晚上 河南银保监局、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发布公告称 根据案件查办和资金资产的追焦情况 对渝州、新名声、村镇银行、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等 四家村镇银行的客户的本金 分类分批开展先行垫付工作 公告显示 2022年7月15日开始首批垫付 垫付对象为单家机构单人合并金额5万元以下的客户 而存款金额5万元以上的则陆续垫付 垫付安排领行公告 一名参与抗议的人士说 政府只有在我们抗议之后才会作出回应 涉及这次村镇银行存款爆雷的村镇银行 还不止河南这四家 至少还包括安徽的两家村镇银行 所有银行涉及到储户几十万人 存款可能约400亿元人民币 中国的村镇银行其实存在的时间并不长 始于2006年 原本是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 村镇银行吸引民众存款 多以高利息为诱惑 可能这些村镇银行的名字 我们很多观众都没有听说过 因为他们的业务规模并不大 但事实上 在数量上 村镇银行已经成为中国最多的一类银行 据银保监会的数据 截至2021年末 全国村镇银行的数量为1650一家 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数的36%左右 其中山东、河北、河南三地的村镇银行数量最多 各约为100家左右 与此同时 中国多个城市正在采取新一轮的新冠抗疫措施 从停工停产到足不出户 因为西安、上海、北京等地都先后出现了 奥米克戎BA5变体病毒 这一病毒的出现 令中国的清零政策更是难上加难 因为它是目前全球公认的 最具传染性的新冠病毒 它可以逃避之前 由感染或者疫苗建立的免疫力 上周二在西安 发现了中国首例本地传播的BA5病例 导致西安1300万市民被封锁一周 在同一天 北京也发现了三起BA5病例 而到了7月10日周日 上海官员通报 上海也出现了一例奥米克戎BA5病例 由于上海近期新增病例激增 上海黄浦区、徐汇区等多个主要地区的居民 将在7月12日至14日 接受两轮全民新冠核酸测试 再加上上海周末 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 上海的气温在本周将达到高达41摄氏度 这一切都令上海的气氛紧张而且压抑 网上更加流传 本周上海可能会再次陆续封控 甚至有所谓的白日清零行动 但是这些传言被上海市政府否认 上海回应传言时称 经咨询市防控办没有所谓的白日行动 但是类似的辟谣在之前已经出现多次 最后都被证实并不是谣言 市政府的辟谣在人们的心中似乎已经失去了公信力 因此周一中国股市再次大跌 显示了人们对再次封城的担忧 中国护身300指数周一下跌1.7% 投资者纷纷抛售股票 投资分析人士表示市场情绪非常糟糕 投资者对中国即将加强防疫措施 在澳门实施封城 以及周末对阿里巴巴和腾讯 处以反垄断罚款都感到恐惧 基本上最近没有好消息 澳门近期疫情爆发 澳门当局宣布 所有非必要企业将从本周一开始 关闭一周 并且命令居民全部足不出户 澳门赌场股应声大跌 永利澳门下跌6.7% 金沙中国下跌8.2% 美高美中国下跌5.4% 而北京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还对阿里巴巴和腾讯等科技集团 未能遵守反垄断法进行了罚款 香港恒生科技指数周一下跌近4% 阿里巴巴下跌6% 腾讯则下跌了近3% 而周一表现最差的股票 却是中国的地产开发商股 恒生内地方地产指数下跌超过5% 主要原因是人们担心 没完没了的疫情限制措施 可能会继续削弱消费者信心的复苏 这将严重影响房地产销售 中国卫健委周一表示 全国在周日新增了429例新冠确诊病例 其中335人是无症状 未出现死亡病例 随着央行不断推出经济刺激措施 创记录的政府债券销售 数据显示 中国上个月的信贷 跃升至6月份的历史最高水平远超预期 中国人民银行周一表示 6月份作为广义信贷衡量标准的融资总额 达到5.2万亿元人民币 这是自2017年以来任何一个6月的最高水平 超过了4.2万亿元的普遍预期 上海于6月初结束封城 这可能是导致借贷需求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 白印企业扩大投资意愿的新增企业中长期贷款 跃升至1.5万亿元 为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经济学家表示 中国6月份社会融资总额的意外上行 反映了政府为刺激经济 提供了更强的信贷和财政支持 家庭和企业贷款需求 在6月份出现了一些回暖的迹象 但是随着7月份疫情的卷土重来 这种回暖是否能够持续下去 还有待观察 中国银保监会的一位官员表示 央行将全力以赴增加资金以稳定经济 根据一家政府智库的预测 在北京对增加信贷的推动下 中国的债务可能在今年会创下历史新高 以上就是今天中国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